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会了解他们是哪一个籍贯的人 才跟他们解释他们籍贯所需要的物品 比如要准备蜡烛 要带一些红枣百合莲子 冰糖这些给女家 女家也可以准备一些嫁妆的东西 回给男家 就是子孙筒代表子孙满堂的意思 还有要准备一个针线盒 给男家的母亲看 就代表新娘是贤惠会照顾家庭的意思 还有不能缺少的就是 女家父母亲要送新人一对木鸡 就给他们事业步步高升 另外要不能缺少的就是 要送一套新的茶具给男家那里进茶 如果是女家的话 女家父母就可以把他们20年前的茶具拿出来 再嫁女儿那天用来进茶 其实各自籍贯都有各自的复杂性 就看年轻人他们要做很传统的 还是要做比较简单的 比如就是我们就说龙凤茶具 以前他们都会卖龙凤茶具 可是现在新式的关系都会带进一点卡通的系列 就看他们喜欢哪一只 在以前你买嫁妆的话 你就得去好多地方买 就是女家是一定要准备床单给新人 你就要去床单的店 买床单送给他们新人 另外一样就是睡衣 睡衣脱鞋的话 父母亲就得去睡衣店买睡衣跟脱鞋 给年轻人 如果是子孙桶的话 也是得去杂货店买子孙桶 需要用的时间就比较长 新式的婚家店 就是一站式你可以从这里订购 全部结婚所需要的物品 除了订购婚家物品外 我们也可以帮他们订购 六色饼啊福建饼这些 如果潮州人 我们也可以帮他订购蜡饼 还有应勤铁的服务 如果新人要订购小礼物 分给清盆汽油的话 也是可以从我们这里订购 我们觉得如果能在一站式的店 找到全部结婚的东西 他们都会跟着传统走 因为这就省了他们很多时间 人们虽然简化了 三书六里的传统婚嫁程序 在根本上却还是延续着 古早的传统婚嫁礼俗 婚嫁与传统习俗有着联系 让终身大事多了一份传承之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